书法家高林他从隶书入门一步步开展 开展 书法家高林从隶书入门一步步开展 转凯行草 他应花莲县郭子旧文化艺术基金会邀请 首度返乡举行的与谷维新书法创作展 直起就在郭子旧音乐文化馆的寺馆 展出期限到8月8号 外面就可以前往参观系上 受花莲县郭子旧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周更立邀请 首度返乡花莲开展的书法家高林 引用唐朝诗人司空图24诗品中 现龙篇《与谷维新》为展题 及其在郭子旧音乐文化馆寺馆 展出与谷维新书法创作展 精选30余幅书法作品 邀请民众走进汉墨世界 传统汲取养分 然后再创新 就是从 那因为 因为 我们绘画有素人画家 对吗 像洪通 摩西奶奶 有没有 他们是素人画家 但书法没有 书法没有素人书法家 他一定要从传统当中 如果你写专利 你一定要从器物 对不对 像毛宫顶 闪事盘 这个器物当中 从碑科当中去挤取养分 然后才能创新 那草行凯的话就是二王 那我自己学习书法的历程 我的老师就是从 专利草行凯这样教下来的 所以累积了三四十年的作品 那我就一次展出 读师大国文系期间 高龄有感于为人师表 应以书法批改学生作文 下定决心习字 从隶书入门 如今和书法结缘近30年 期间也向多位民书法家学习 写出自己的风格 甚至以基督徒身份 所写圣经 尼谷本身就是创新 那我这次展览 我想比较多的就是说 因为在那个COVID期间 我比较安静 写了比较多的东西 那比较多的就是在 那个展场 就是用大传或者是行草书 写圣经的经文 就好像吴大臣 他写文语 董作兵他用甲骨文写诗词 那我自己在体会的时候 我就用那个 我所熟悉的大传 或行草书的这个技法 来写圣经经文 因为圣经我比较熟 开幕茶会当天 也以抽奖方式 赠送亲笔书法给参与民众 高龄表示 于古为新 呼应从古人作品 汲取养分在创新 期盼引领观者理解书法 不仅是古代艺术 更是一种充满创意和表达的现代美学 集齐展出至8月8日 喜欢书法的民众不要错过 记者长帮演 华女士报导